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瑞德 首先呢 我要先謝謝各位啦 最近的動物園之星呢 從之前的測試版到現在正式版上市啊 大家的反應都是非常的熱烈喔 真的是很謝謝大家的支持啦 好啦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那在上一支影片呢 我們建立了一個大猩猩的園區喔 就是這一個 並且讓兩隻公猩猩進行的一場男子漢的交流啊 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喔 那最後還有說要建立一個區域來飼養大量的草食動物 但是我覺得那個得先暫時挪到後面啊 因為我覺得要先來養很多觀眾都在敲碗的動物喔 也是瑞德從第一集就有提到的 我還蠻想看到的動物之一啊 那就是我們的彎餓啦 那彎餓呢 又是俗稱的 跟鹹水雞不一樣啊 好 不好笑 對 彎餓呢是體積最大的爬蟲類動物喔 然後他是原生於東南亞 還有澳洲北部以及印度東部的沿海地區 那他們是高校而且又危險的頂級掠食者喔 跟瑞德之前測試版養的橫河餓不一樣喔 橫河餓是屬於淡水餓 而且他的嘴巴是比較細長的 專門是用來吃魚的啦 所以殺傷力不像彎餓這麼可怕喔 但是我還是想養養看啦 對啊 好 好 我來看一下我們的彎餓要養在哪裡 這邊都還蠻空的 但是我覺得彎餓的區域應該是不用太大啦 我也不曉得 反正應該是不需要 我們養在這邊怎麼樣 養在這一個小區域當中 應該可以吧 雖然說離熊貓很近喔 但是應該是不會跑到熊貓的區域裡面喔 好 我們來試試看 那既然是要養彎餓的話 我們來調整一下地形好了 我們讓地形稍微往下一點 畢竟是要養鱷魚嘛 喔 剛好廁所就在這邊啊 所以哪一天也許可以期待一下 彎餓偷溜出去去咬遊客的小雞雞喔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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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我來趕快 從一個區域出來 咬遊客的小雞雞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水進去啊 這樣 OK 接下來就是拉圍蘭了 鬼魏藍應該是不需要太高吧 畢竟我們已經挖了一個比較低的地形 應該是不需要太高 那我們就先把區域給框出來 我們看一下喔 這樣的高度呢 大人差不多在腰的位置 然後小孩呢 應該是剛剛好 小孩應該不會那麼皮翻進去吧 但是如果小孩真的要翻進去 那我也沒辦法啦 就當作幫我們的鱷魚準備點心嘛 是不是 那我們趕快 來去買幾隻彎二回家 彎二彎二 喔有 只有四隻而已耶 好少喔 我看一下喔 這一隻體型42% 可是其他素質還不錯 素質是非常重要的喔 這隻也可以買 買了買了 然後這隻也把它買下來 一公一母啊剛好 哇剛好 欸送來了 兩隻都一起送來喔 我看看 你看 這隻好大隻喔 這隻應該是弓的吧 欸他母的咧 母的應該很小隻被壓在底下了 欸真的真的 他被壓在下面啦 所以我們彎二的體型呢 弓的也一樣特別大隻 然後母的呢就 小的很可愛喔 天啊你看看 超大隻耶 不過這個圍牆的高度應該可以吧 鱷魚不知道會不會跳 如果說鱷魚會跳的話 應該直接跳出去了 要直接下來泡水了 啊 好舒服喔 怎麼這麼舒服啊 好啦你們慢慢游 那我來幫你們準備吃的 看一下喔 彎二的飼料盤就把它放在這邊 還是有遊客願意捐一隻手 還是捐一隻腳 來給我們的彎二當飼料啊 有嗎 有沒有啊 感覺好像沒有欸 你們看了這麼開心 還是小朋友 小朋友想要游泳嗎 我把你們丟下來好了啦 可惜啊 可惜這遊戲沒有這樣的設定 不然就把它丟下去了 然後水應該就不需要了吧 這個水這麼多 應該是不會像之前測試版一樣 我們橫河二呢 明明有個大水池 但是他偏偏不喝水 對啊 那Bug不知道修好了沒 然後 我們再多準備一些玩具給他們 看一下有什麼玩具 有足球 啊 給你們一個球球丸 然後 摩擦板 鱷魚磨背用的 不然他們手太短 抓不到自己的背 欸都不缺了欸 綠油油一片 看來他們過得很開心喔 什麼都不缺 還是你們想要玩球球喔 這個球球這麼大一顆 你會玩嗎 哈囉 哇你眼睛是黃色的欸 好酷喔 欸 啊這隻眼睛怎麼沒有顏色 一隻眼睛黃色 一隻眼睛不黃 該不會是異色銅吧 這麼中二喔 你這個是屬於什麼眼 人家不是血輪影 你就是白眼 那你這是什麼眼 真的是還蠻帥的啦 那我們來種一些植物 來佈置一下他們的園區好了 不然只有這樣有點太單調了 看一下喔 長春藤 讓它浮在水面上 這樣我們的鱷魚呢 可以躲在這個植物當中喔 彷彿就像在大自然一樣 有個隱蔽效果 喔 你要磨板斑是嗎 來磨一下磨一下 舒服 鱷魚也是喜歡被摸摸的 但是呢 它太大隻了 沒有人敢摸它 它至少自摸了 那之前Red有看過一篇資料喔 那資料上面寫說 彎二跟孟加拉虎 曾經有互動過的紀錄喔 那這個紀錄呢 當然就是他們發生過的 打鬥事件啦 據說在2011年的8月呢 有一隻年齡差不多 8到10歲的一隻 孟加拉虎喔 很像被一隻 14公尺的彎二給殺死的阿 那陸陸續續起碼有五起案件喔 當中呢 有彎二跟老虎是在陸地上打鬥 那想當然也知道 在陸地上呢 彎二並不是我們老虎的對手 不過也不是說老虎就一定會打贏喔 因為就像剛才有提到的那隻 8到10歲的老虎呢 它就是在穿越河流的時候 被彎二給殺死阿 碰巧的是 這款遊戲又剛好有孟加拉虎 那看到這樣應該就知道 瑞德想要做什麼事情了吧 嘿嘿嘿嘿嘿 來吧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認養一隻孟加拉虎 然後呢 把牠送到這個園區當中 來看看在動物園當中 孟加拉虎跟我們的彎二 會是什麼樣的相處方式啦 來了 我們的孟加拉虎 其實還蠻大隻的耶 哇這隻有點壯喔 牠可能覺得莫名其妙吧 自己怎麼會跑到這個地方來 呵呵呵呵 這裡是哪裡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牠現在是盯著我們底下的那兩隻鱷魚看是嗎 還是牠想要下去玩水 不要阿 水下不是你擅長的阿 你不要這樣想不開 哇牠一點都不畏懼耶 直接下水了 有阿有 開心的游泳 牠丟到我們的鱷魚旁邊 哇牠直接踩過去 欸 WTF WTF 我 我 我有看錯嗎 牠 牠直接踩在我們的這一隻大萬惡身上 然後 我們的大萬惡就變形了 萬惡卓約 33.1歲 招雅瑞雅殺死 欸帥哥 你不是水中的霸主嗎 你怎麼就這樣跨了 我的天阿 牠被收走了 我們的獸醫 很難過 我 莫名其妙欸 這樣不對吧 完全不是自己意料中的事情阿 一點打鬥的痕跡都沒有 直接靠霸氣就把鱷魚給打死了 好啦我們先把這隻老虎給送走吧 勝負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就這樣結束了 我以為可以看得到像昨天一樣 兩隻猩猩互毆那種精彩的打鬥場面喔 結果沒有 欸 真是的 欸 我們大猩猩有小孩了 我們去看一下 大猩猩有小孩了 你生小孩了喔 在哪裡 哪邊阿 喔在這邊 小猩猩 好 好可愛喔 哇你跟你老爸一樣欸 坐姿都這麼的帥阿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阿 喔你是男生 你叫甲巴莉 好可愛喔 你看看他圓滾滾的大眼睛 哇我只能說任何的動物阿 在寶寶時期都是很可愛的 欸等一下 不會吧 我的小桃 過世了 也太快了吧 出來不到三級欸 他就這樣離開了 因為年老而死亡 哇 這真的就是生命阿 我們見識到了一個生命的誕生 也見識到了一個生命 因為年老而離去喔 更甚至 見識到了生命 連反抗都沒有反抗 突然就死掉了 那現在就只剩下我們的女兒胖達 跟他的爸爸廣廣兩人相依為命了 可是按照這樣看下來廣廣的年紀應該也差不多了吧 他已經22.2歲了 時間就是這麼的殘酷阿 來吧 讓我再重新迎接兩隻新的王二喔 希望你們兩位可以在這邊過得開心一點喔 我就不多準備什麼孟加拉虎的啦 喔他有目前最紅的動物欸 他會幫你標示出來目前我整個園區當中最紅的動物是什麼 結果是我們的大猩猩最紅阿 哇他原來是熊貓最紅欸 結果沒想到是大猩猩還蠻讓我意外的 可能是昨天有一場激烈的交流吧 吸引到不少的遊客喔 OK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暫時告一段落 雖然說有一點點小感傷喔 但是看到我們的小星星的誕生 還有王二跟孟加拉虎的無厘頭對決 就覺得心情是有好一點啦 那如果說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還想再繼續看更多動物的話 就幫影片點個喜歡吧 有越多喜歡瑞德就會繼續玩下去囉 那如果想要看到什麼樣的動物 或是看到哪種動物的對決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吧 那也許有機會的話瑞德會拍給大家看囉 還沒有訂閱的觀眾 也記得訂閱瑞德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追蹤到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對了有觀眾問我說會不會再繼續 亞馬遜叢林的生存 答案是當然會繼續啦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瑞德的亞馬遜叢林極限生存的影片啦 好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欸 你怎麼又輸啦 欸 你怎麼又輸啦 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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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算了